蝙蝠侠 蜘蛛侠 闪电侠 钢铁侠 神奇女侠 超级大侠想必大家很多都看过了 但是这个大侠大家肯定没看过 它就是咱们的蜻蜓侠 故事要从一个叫瑞克坑货说起 瑞克是班里的吊车尾 这天班里组织集体活动 瑞克姗姗来吃被客车撞了个头晕眼花 瑞克尬笑着上了车 班里的女装大了对她似乎颇有好感 不过嘛 瑞克钟情是班上了金发妹 很快一行人就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由混合公司创办的动物基因实验室 里面都是一些精改造过的动物 瑞克一进去就盯上了金发妹 过去找她搭讪 说完还给鹦鹉拍了个照 不过嘛 这些动物都是自带自焚属性 瑞克将烧焦的鹦鹉一脚踢开 不想却踢到了隔壁黄猫哥头上 黄猫哥转身就要找瑞克麻烦 一把将它推到地上 巧克力响见了一身 瑞克赶紧拿水冲洗 没想到瓶子里装的却是动物催情剂 很快它就被变异蜻蜓叮了一口 动物也全都冲了上来 活动结束后 瑞克回到家中 浑浑沉沉睡了过去 另一边混合公司的大魔王就快因病去世 他决定自己亲自许愿基因改造技术 机器开动之后 大魔王一阵归处 秃头搁上来嘲讽大魔王 却被变异的大魔王瞬间吸成肉杆 其他员工也没能走运 瑞克一下醒来 发现脖子上的农包似乎没了 他上网查询相关信息 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是除的信息 竟然成功引起了对方的兴趣 不过嘛 瑞克可是信用所属的男人 这个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金发妹了 瑞克看着对面房间的金发妹 连早饭都顾不上吃 完美的圈设了什么叫做袖色可餐 瑞克来到学校 发现自己的手掌有了很强的粘性 他尝试将手拔下来 却意外打倒黄毛哥 黄毛哥摆开架势要和他单挑 瑞克急忙逃跑 却不小心撞上大波浪 手掌粘在大波浪的衣服上拔不下来 瑞克实力一拽 却意外撞翻老来学校采访的教授 大波浪的衣服也被撕了两个大洞 瑞克趁场面混乱赶紧溜着打击 他来到无人脚巷 在墙上试验起自己的超能力 炫酷物资确实非法 恰巧这时老奶奶横穿马路 迎面驶来的货车却刹车失灵 危机关头 瑞克一把推开老人 自己挡住了货车 然而这个坑货却把老人推到了垃圾处理车之中 瑞克赶紧逃回了家中 杨富向他拾来飞针 却被他徒手接住 瑞克告诉他 自己获得了超能力 杨富不幸一刀刺了过去 结果 杨富想用他的超能力挣钱 瑞克起得摔门而去 他看着手上的戒指想起了悲惨的童年 瑞克原本是个富二代 父母带着他去观看戏剧 出来之后却遭遇劫匪 瑞克在与劫匪扭打时 不小心让父母全都中了蛋 母亲没死透 他还不忘补一枪 父亲交给他家族传承的戒指 叮嘱他一定要做个英雄 贺贺公司那边的基因改造人未完成 大母王发现自己一段时间后就会变老 于是吸干了过来的女秘术还想把尸体藏起来 却意外被过来的员工看见 瑞克这边又遇上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正是坐着轮椅的查尔斯教授 他建立了一所艺能学校 专门收留变种小孩 有拿铁爪刮腿毛的金刚狼 有一言不可就放电的风暴女 还有干脏小三的隐身女 不过嘛 正是很快就让查尔斯尝得了厉害 瑞克也想变得个X战警一样厉害 首先他得给自己整一身形桶 在好友小黑的参谋下 蜻蜓侠闪亮登场 他开始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行侠仗义 很快就成了城市的明星人物 会和公司那边大魔王每天都需要人血训命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 他决定前往火金实验室 寻找核素改造身体 大魔王打扮成沙漏的模样 对着警方疯狂叫嚣 这时瑞克果然赶了过来 大魔王掏出钛金属刀 封住他的穴道 之后便流至打击 这天晚上 怂抱瑞克终于鼓起勇气 给青发妹送了花 青发妹试探亲的问他是啥意思 没想到瑞克又怂了回去 恰恰接边几个混子盯上了青发妹 危机关头瑞克化身蜻蜓侠 救下了青发妹 青发妹花痴样的看着蜻蜓 感觉自己陷入了爱河 来吧 拨一个 赶紧节晚上瑞克邀请青发妹前来裹结 他终于忍不住 朝青发妹表了白 就在两人家要闻上之时 大魔王却闯了进来 杀死了他的养母 养父给自己的老伴举行葬礼 他舍不得和爱人分别 只想和他一起躺进棺材板 不过嘛 似乎搞错了对象 众人赶紧上前 拉开了这个老不正经 瑞克担心自己的亲人还会遇害 于是忍痛向金发妹提了分手 之后便医学不振 又成了一个废材 养父撕掉他的假胡子 鼓励他要振作起来 阻止大魔王的恶行 瑞克重新焕发斗志 来到名人晚宴 大魔王果然在现场搞破坏 他放出炸弹 将瑞克压在了石板底下 之后又祭出太金主刀 打算送瑞克归西 千军一发之际 金发妹替瑞克挡住了攻击 大魔王挤满能量 又开始给自己充能 瑞克抱着金发妹赶了过来 还吸走大魔王的能量 救活了金发妹 大魔王将沙漏炸弹扔到瑞克身上 扒不下来的瑞克 只好带着炸弹 粘住了大魔王 一阵爆炸之后 大魔王总算被消灭 金发妹也被阵波推到楼下 瑞克一跃而下 接触了下坠的金发妹 眼看就要化作一对亡命鸳鸯 瑞克且能再次被激发 她的身后长出蜻蜓翅膀 带着金发妹飞了上去 之后两人便过上了 没羞没躁的幸福生活 这便是蜻蜓侠的故事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